外送拿到這碗好傻眼 拿筷子狂翻 真的只有乾麵加上一塊培根 這碗居然要價85元 但原本圖片長這樣 怒控根本騙人 餐點嚴重不服 仔細看外送平台的圖片 培根炸醬泡麵料多澎湃 有高麗菜培根火鍋料 還加一顆蛋 一碗85元下方小字標註 僅供參考 但實際收到餐點 真的只有炸醬泡麵 跟極小塊培根 其他配料通通都沒有 你下去廢醬泡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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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要有麵跟蛋跟培根 最近就變黑名單這樣 我也是有點傻眼 韋利炸醬麵 你自己去外面買 不會那麼貴 買到這碗的苦煮 PO網狂酸 一包十幾塊的韋利炸醬麵 加一片小培根 連個蛋也不給你 賣你85塊剛剛好 不說了 我也要去貸款開早午餐了 網友金單以為 僅供參考是免死金牌嗎 平台要抽當然貴 連泡麵都叫外送 你錢太多喔 吃了個寂寞 那個普世他們放上去耶 那不是我們 那個我一直要這樣拌泡麵 然後再加一個配分 當然業者不能這樣 這個報告當中 去註明圖片僅供參考 消保官表示菜單上的圖片 不能僅供參考 消費者可以申訴 業者必須退餐點還款 吃到超貴泡麵 只有幾小塊培根 就要85元 圖根餐點落差太大 恐怕任誰都無法接受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 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